张罗要给医护人员送去的午餐饭盒 长沙慈禧志工一早就聚在素食餐馆 这一头有人忙碌准备食材 另一头也有志工在统计便当数量 今天有几个营业要送餐多少款 每天的菜色都是厨师团队和志工精心设计 除了顾及营养均衡 更重要的是要让医护能有饱足感 每天的白饭里都加了不同的穀物 师姐 里面那个黄黄的是什么 玉米粒 我请家庭 他们要车 我把我们家师兄那个大车开过来了 那有能出来的机会我就出来 他是拿了一碗半 要他们拿一下米饭 然后蒸他们多八碗 然后如果说不压紧的话 等一下该死该死 整理好各医院订的餐和数量 志工随即进行分送 此际免费公餐好几个星期 不少医护都爱上了无肉饮食 还有大的 还有大的有豆腐 对我们的心理都很有好处 然后还有那个枫萎菌的汤 很鲜啊 下次疫情结束以后 一定要把这个汤 汤把街道点开 然后说要自己吃 欢迎你们常来吃素 对抗疫情 医护站在第一线则无旁贷 志工照顾好他们的胃 让这股爱的免疫力 守护好每个人的健康 大约新闻 珍善美志工 唐建云 湖南报导